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六的昨晚韓職上演重頭戲 為免冠軍韋山現代將在主場迎戰大優FC 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主隊乃是聯賽的領頭羊 球隊攻守兼比 今次面對手下敗仗大優FC 韋山現代取勝無難度 半程總結 之前一直被全北汽車壓制的千年老耳 終於站起來了 上季打破壟奪之後 韋山現代今季延續強勢 18輪過後斬獲14勝2和2負職44分 坐穩聯賽頭把交椅 領先優勢更超過10分 另一方面 大優FC18輪取得7勝6和5負職27分 只能算是中規中矩 相比韋山現代的獨樹一致 在這個區間的競爭相當激烈 任何一場勝負結果將影響到排名的順序 截至目前 韋山現代僅輸過兩場比賽 坤發生在客場 分別是1比2失敗大田市民 0比2不敵全北汽車 換言之當主場作戰的時候 球隊力保不敗今生 數據統計顯示 韋山現代是目前聯賽唯一一支主場 乃保持不敗的隊伍 九戰爪末七勝兩和 更恐怖的是 其間坤長能夠入到達到2.56球 陷称是魔鬼級的主場 為免冠軍今季聯賽入球數至少達到3球 共計有5人 朱敏拳10球 卡薩舒維尼8球 G.盧維茲信6球 馬丁亞當4球和安元上3球 其中朱敏拳和卡薩舒維尼屢次能夠連場破門 且之前兩個主場分別想演過梅開爾道的傑作 另外韋山現代的防守水準同樣出色 今季昆場僅失1.1億球 其中半場結束前個半場次能夠保持城門不失 眾上所信韋山現代今將主場未有不勝之理 雖然積27分排名中游的成績單不算差 但大優FC就是給人一種不穩定的感覺 既可以兩球擊敗全北汽車 亦可以3比4不敵FC光州 很難做到延續性穩定的發揮 在中上游的隊伍裏面 大優FC今季昆場緊入1.22球的攻擊線 略顯不足 這樣主要跟FC、仙娜、艾迪加班奴等攻擊手 沒有續航能力不夠息息相關 同時都反映出進攻方面過於依賴他們的功成拔債 大優FC作客時會呈現一種疲憊的狀態 隊員發揮並不理想 前9次聯賽作客只有3勝3和3負的平庸戰績 甚至於坤長入球數連賽 貴平坤值都達不到 近兩場看賽事作客群遭遇零封就足以說明 隊員客戰並未有主場作戰時的狀態要好 此外 近年來大優FC對鎮偉山現代毫無優勢可言 除了正遭遇兩場大敗之外 0比3和0比4 球隊近年聯賽作客後者時處於絕對下風 有見及此 大優FC似行不宜高估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